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续射击一百多次却未能命中目标 反而自己有一架战机失事坠毁 韩国的军方对于未能击落 闯入韩国领空的无人机致歉 当天总统尹锡悦在国务会议上指出 应该尽快创建先进的无人机部队 以应对朝方军事动作 那么韩国的无人机应对体系如何 朝鲜派出无人机进入韩国又有何目的 无人机会否成为朝韩军事试探的新方式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杨夕宇先生做分析和点评 节目一开始通过新闻短片 了解一下最新情况 韩军表示 五架朝鲜无人机26号越界侵犯韩国领空 其中军方首先发现有一架直接飞往首尔 并在飞行约三个小时后返回朝鲜 期间这架无人机进入金浦和泊州之间的 汉江中立水域后 直接飞往首尔北部地区 有消息人士指 由于无人机在探测雷达视野内若隐若现 不排除飞往首尔汉江以北的龙山附近 并拍摄总统府一带的可能性 朝鲜无人机光天化日长区南下 令军方防空网遭受质疑 陆军首都防卫司令部于2019年 在首都圈关键设施 部署了应对无人机恐袭的二次监视雷达 但此次未能起到相应作用 韩国总统引西1月27号 在国务会议中批评韩军 对朝鲜无人机的反应不到位 并强调加强训练的重要性 他还表示将推动组建 专门负责无人机的军事部队 这些人的反应和共产卫 栽域的优惠维系统 大陆政策是危险的危险 我们的国民们 看得很危险的事情 今天是在外面的事部队 引熙月又表示 针对军用无人机挑衅的预算 在国会被削减了50% 将再次说服国会增加预算 用于扩充战力 消除国民的不安 杨夏您好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这也是朝鲜的无人机 时隔五年再次进入了韩国的领空 您分析这次朝鲜再次派出无人机 进入韩国 目的何在 实际上是对自己新一代无人机的一次 既是实战的测试 其实也是朝鲜对前一队美韩军演 叫所谓以超强硬对强硬的一个政治动作 因此这个行动本身 既可以包含着它的技术含义 就说明朝鲜的无人机 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是肯定是新一代的无人机 另一方面呢 也用这个新一代的无人机 这个直接进入到朝鲜 刚才你们那个片子也介绍 三个小时那飞行了几十公里 那么表明的是什么呢 全身而退 表明的是它的技术性能 那么跟以前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呢 就是第一次朝鲜的无人机 被韩国截获是2014年 坠毁 当时坠毁了以后呢 给它拆开了 一看哦 这里边有中国的元气件 也有日本的元气件 比如说中国的洗衣机的那个 那个定时器都在里面 也就是那个时候呢 还是一个就是等于一个大杂贵 拼起来的东西 都不用打 然后最后它是自己坠毁 这是2014年 那么从这以后呢 先后有五架朝鲜的无人机 坠毁在韩国境内 其实每一次的进入韩国呢 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试验 都有一点政治背景 比如像这次 现在朝韩正紧张的时候 反正朝韩关系好的时候 是没有这种事的 朝韩关系只要不好 那么韩国 朝鲜认为你威胁我了 或者OK你威胁我 那我也可以用相应的手段 我的手段来威胁你 所以它凡是韩国不好 南美关系不好的时候呢 就出现这个情况 以前呢都是自己没打 就掉下来了 这次好 来了五架 这个以前是落下来五架 自己掉下来的 这次呢是来了五架 那么韩军呢 打了一百多轮炮弹 没打下来 而且打到现在 直到今天我们说这个事为止呢 坦率讲知道是五架 但是是什么型号的 比如说它是一个固定翼的呢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 驻海航展看到有这个 像一个真飞机似的 这个叫固定翼的 还有一种就像那个小孩玩具 我们管它叫四架式的 四螺旋桨 就是那个 究竟是一种四螺旋桨的小人 无人机呢 还是那种固定翼的中型 甚至是大型无人机 连这个到现在韩军 就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 反正知道有五架 来了以后又都走了 就是这么一样 那么这个事情呢 反映是什么呢 一个是我刚才讲的 反映是朝鲜的无人机 确实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另一方面也反映什么呢 就是面对朝鲜无人机技术进步呢 韩军的反无人机系统 它不能说它没有 你不能说它没有反无人机系统 但是说明什么呢 它的反无人机系统 同朝鲜日益进步的无人机系统 它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大 朝鲜的无人机 现在处于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这确实是一个谜 但是历史呢 大概已经都清楚了 实际上朝鲜这国家 我们都认为它很那个封闭 除了核武器以外 好像拿得出手的东西 大概科技上的就没有什么了 其实呢 这个远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朝鲜最早发展无人机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1973年 连在中国无人机的概念 似乎还没有的时候 朝鲜已经注意到中东 就是1973年 不会有个中东战争 阿易战争吗 这个以色列动用了无人侦察机 另外呢 1972年到1973年呢 美国沿着朝鲜的海岸 使用无人侦察机 对它进行侦察 它束手无策 这两件事情 就是启动 今日常决定 要发展朝鲜自己的这个无人机 因此呢 就是说朝鲜的无人机 你不管它发展的快还是慢 它起步早 到现在差不多有50年的时间了 那么它的第一次的这个 被人们发现使用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个2010年的那个 延平岛事件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炮击事件 炮击完以后第二天 朝鲜派了无人机 顺着这个岛 当然离得有一段距离 它也不敢到那个岛上去 那离这个岛有段距离 在这个岛的12海里领海之外 它是进行了几个小时侦察 那个时候就已经你想 2010年它的无人机 已经开始投入了实际使用 更不用说后来 它在这个阅兵当中 展示出来一代又一代无人机 所以总的讲呢 就是说至少朝鲜的这个 无人机的发展水平呢 它是跟上了这个 当今世界的潮流 应该它属于呢 不敢说第一序列 但至少它不是落后的 朝鲜的无人机 进入韩国境内之后 可以说是全身而退 韩军是发射了100多枚炮弹 结果一架这个朝鲜的无人机 都没有击中 因此这尹熙悦也是 问责了韩国的军方 您怎么来看这次 韩国军方的应对呢 这个应对本身呢 一是反映这个 韩军的指挥控制系统啊 效率非常低 二呢 就是反映出 现在第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叫所谓的不对称 不对称的这种军事力量 总的讲我们抛开核武器 就是你说朝鲜跟韩国军队 哪个强 就从现代化的程度 那你想对我说 那肯定那是韩国强的很多 你看那个隐形战机 韩国光隐形战机好几十架 这是第五代战机 那么朝鲜的主力 就是那不叫主力战机 就是它的最先进战机是什么呢 米格29 上世纪70年代的产品 就是说你要光看这个简单的看常规武器的话 人家这边都剩下21世纪的 那个隐形战机了 这个F35了 这边还是啥呢 上世纪70年代的米格29 而且米格29据说不超过十架 剩下主要的主力战机 相当于咱们当年的千六 连千七都算不上 连千六千五这个飞机 也就是说 它这个两军的这个常规力量差距特别大 但是就无人机这一块呢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这个 为什么叫不对称呢 首先从常规力量 无人机是常规力量 但是这一块 这一次明显的反映出 那么朝鲜对于韩国有明显的优势 第二是什么呢 韩国说了 我有侦测和打击大型无人机的系统 攻击型无人机是可以防御的 但是这种小型 就是大型的 他说对于大型无人机 我可以防御 我也可以打击 用什么杀伤链 弄这个花蹄胡哨 我不知道好不好使啊 反正它有这个东西 那么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你是这个搞了一大堆 我要针对这个大型无人机 比如说固定无人机的 但是问题在于朝鲜 这次判出五个是小型无人机 它出来以后呢 第一你雷达跟踪不上 第二呢 就是无线电信号谱做不到 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出现了这次 人家在你境内待了三个小时 不是几分钟 待了三个小时 给了你三个小时的机会 你连个边都没碰到 这就反映什么呢 就是说无论这个韩国现在的军事系统 多先进 但是针对朝鲜的军事力量呢 它是一个不对称的先进 它可以防朝鲜所没有的东西 但是朝鲜有的东西 这次看来它真防不了 所以对这次对韩国来说 这个伤害不大 但是侮辱性极强 您刚刚也提到 在2014年的时候 朝鲜的无人机是曾经在清瓦台上空飞行 并且是拍照 从此之后 韩国就一直表示说 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 无人机的应对体系 但我们看到时隔八年之后 到现在 韩国依然是没有办法来应对朝鲜的无人机 尹薛就把这个责任归咎 给了前任的政府包括议会 您觉得现在这个政节究竟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政节呢 有两个 一呢就是韩国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韩国的这种防御自主性 朝鲜的无人机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我刚才讲到从70年代 美国人给它的情报 70年代朝鲜就开始干这个事 那么干到现在呢 咱先不说它是先进还是不先进 不敢说它是最先进的 至少它使用在跟着世界潮流 那么它给韩国发出的信号 不是今天才有的 我刚才讲到2010年 那么大一个事件 它把那无人机派出去了 那就起码给你敲了个警钟 那么就算2011年 你才发现 还有这么先进的东西 2010年到现在十几年经过准备 而且它也确实有无人机的这个反应部队 但是这次还是不行 说明的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军队 它的资源投入是有限的 你看上一届 它把无人机部队的资源给砍了 砍了以后它干嘛呢 我们要搞这个反导 我们要搞这个防止核武器 我们要搞严慎威慑 然后你看它这些重点 其实不是它自己的重点 它是美国的重点 就是说美国在韩国驻军 那么美国自然有一套 对韩国的这个 对在韩国驻军自然有一套 对朝鲜的打击计划 比如说什么五零二七五零二九五零三零 就整个这些计划 那么你韩军的建设呢 其实是跟着这计划来的 而这个计划是谁定的呢 显然不是韩国人 也是美国定的 所以一句话呢 就是说韩国的军备建设 长期以来呢 其实是走的美国路线 而美国对朝鲜呢 真正的威胁 美国和朝鲜 就是说韩国跟朝鲜 韩国跟美国 我们假设都面临着朝鲜威胁的话 按照他们讲我们朝鲜有威胁 OK 但实际上朝鲜这个所谓威胁 对朝鲜对韩国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美国离那么老远 那么美国就在想 我得防你这个弹道导弹 是吧 所以它这个什么萨德呀 什么的 啪啦啪啦啪啦就给你弄 就防止你的弹道导弹 但从韩国的角度 它得防什么东西呢 首先是沿着这个DMZ 就是非军事区那么密集的朝鲜 把70%的重炮部队部署在前沿 它其实应该重点防御 那个重炮部队 还有是什么呢 就是20多年来朝鲜 对韩国屡屡进行的无人机侵犯 光掉到你家里边就掉了五次了 你说你还不行吗 它就是没醒 摔了五次了都没有想办法 是人家自己摔下来 不是你打的 那么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的那个防御的重点 它不是根据自身的那个威胁 它是根据什么 它根据美国的战略需要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韩国自身的这种 指挥控制系统本身 它有问题 比如说这一次 你五架待了好几个小时 弄到现在报告总统 五架飞机 什么飞机 对不起 报告领导 不知道 说是固定翼 还是这个四个路线桨 那种像小孩玩具 也不知道 那么这就反映什么呢 你确实投了好多钱 但事实上你并没有针对性地 针对这个所谓的 这个朝军的特点 这个确实反映战略上 它没有一个主性 跟着美国的战略走 那么从战术上 实际上它的这种指挥系统 远不适应目前朝军的 作战模式和这个作战思维 那么在未来 像这种无人机 会不会成为双方军事试探 的一种新的方式呢 应该讲这件事呢 是一个我们讲叫Game Changer 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呢 这个游戏的 就是竞争博弈的改变事件 改变性事件 我一般把这个 我们看形式吧 都应该这么看 叫事态型发展 还是事变型发展 这个事绝对叫事变型发展 就是有的事发生了以后呢 它影响这个形式变化 但是有的事发生了以后呢 它影响的态势的变化 那么像这一次的事件呢 它会引起什么呢 第一 就是南北之间 在无人机相互攻击 和相互防御上的一个 新一轮的更激烈的竞赛 可以想象呢 就是朝鲜这次等于就是 你刚才讲到 确实是让它一个大的这种侮辱 实际的危害吧 你现在很难讲 但是这个侮辱性的东西 就从国民的角度是吧 政治影响 这个不用讲了 国民情绪啊 政治影响很大 那么这件事情 倒逼韩国重新分配 它的国防资源 它就要干这个事了 而客观讲呢 韩国要干这个事呢 也不是没有能力 它毕竟在这个无线电技术啊 包括这个自动控制系统 还有人工智能方面 应该讲它是属于 这个世界第一序列的国家 尤其它的芯片 是 比如说它现在三纳米 虽然不如台积 就是现在目前全世界 能够生产三纳米芯片的 就两家 台积电和这个三星 三星的良品率 虽然略低于台积电 但是它比台积电先研发出来的 就是它这个确实是第一类的 就是它如果想干的话呢 它确实能干出来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南北早就进入了一个所谓安全困境的一个陷阱 就是只要一方发展攻击对方的大杀器 另一方一定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所以这个竞赛就起来了 就是在这个无人机这个领域 它的攻防战就 这个仗一定打得越来越激烈了 但是同时呢就会一定外溢到更广泛的领域 从无人机领域到这个导弹领域 从潜艇到这个卫星 接下来你看朝鲜半岛 这么小小的 北边12万平方公里 南边10万平方公里 加一块22万平方公里 差不多跟咱某一个大一点的省 差不多大小 一个省的面积 它将成为这个世界上高技术军事武器 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最密集的地区 这是问题的关键 好 谢谢杨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下节新闻见识谈继续带您关注 韩国总统尹锡悦视察 反无人机系统研发一线 相关话题稍后分析 又见 新闻见识谈 欢迎您回来 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尹锡悦29号到访 位于大田市的国防科学研究所 检查应对朝鲜无人机威胁的 武器系统研发进展 并强调要切实反制朝鲜 而被指在朝鲜无人机越境事件中 应对不利的韩国军方 当天进行针对朝鲜无人机的 联合防空演习 以优化作战执行体系 尹锡悦在视察中 听取了有关武器系统研发进展的汇报 并视察无人机及导弹研究楼 他表示 绝不容忍朝鲜无人机 侵犯韩国领空 要让朝鲜知道 挑衅必然要付出惨重代价 尹锡悦重申 只有惩罚和报复 才是反击朝鲜挑衅的有力手段 他还指示 要重新审视 针对一切侵犯韩国领空飞行物体的 整体应对体系 迅速完善不足之处 对于正在加强不对称战力的朝鲜 应重新讨论 增强韩军战斗力的整体计划 尹锡悦强调 想要获得和平 就要准备打一场 有压倒性优势的战争 叮嘱韩军 要成为不可侵犯的强军 让国民信任 敌人恐惧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确认 三天前越界南下的朝鲜无人机 未曾闯入龙山总统府一带 划设的近飞区 韩军还在当天进行针对朝鲜无人机的 联合防空演习 希望通过集中演练 弥补地对空武器短板 确立综合运用陆军直升机 和空军战斗力的方案 有效提高应对效率 另外预计韩军将在梳理战法时 加快各种速度军机之间的协同性 有效应对朝鲜小型无人机威胁 演练还可能进行 避免平民伤亡的反无人机作战 联合国军司令部官员当天表示 已经召集了一个特别小组 调查朝鲜无人机越境事件 但强调在调查完成前 不会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评论或声明 刚在这个新闻短片当中 我们也听到 尹希月说到只有惩罚和报复 才是应对朝鲜挑衅的有力手段 您觉得在这次朝鲜无人机入境之后 韩国方面可能会如何惩罚朝鲜 不仅仅是加强无人机建设 我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韩国也会照顾了画瓢 就是你派无人机进到我这来 我也到无人机到你那去 其实无人机的应用 在现代战争法当中 现代国际关系和战争法理当中 提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就是宣战与不宣战的问题 你比如说我要拍一架飞机过去了 有人驾驶过去了 那么你侵略我领空了 我把你打下来了 好 你把我打下来了 就说明你对我宣战了 我就看你开打 那么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特朗普利用无人机 命令美军无人机去越境 刺杀伊朗的高级将领 那么美国国会不干了 当时佩洛西总议长不干了 说你按照美国法律 你这个美国总统动用军队 你得经过国会 你怎么没经过授权 你去开干 他说我没动用军队 因为那没有人 也就是说这个无人机 它的这个 这个界限很模糊 它就模糊 实际上无人机 它是一个灰色区域 比如说我们过去打仗 比如说我这个国家 和你这个国家 我要把这个军队派过去了 这就要开战 然后你过来 这也就要开战 但问题在于什么呢 这都是以人为标的 然后现在这无人机 它没人 以物为标的 以物 然后你说那无人机 是人操作的 可是人操作我没过去 我没到你家去 那么这里面就出现这个问题 假设这一次 是朝鲜的有人飞机过来 那形式不一样 即便没打下来 这也不一样 但是它是这个无人 而且说实话 我刚才讲了 朝鲜无人机进入韩国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所以它这是一个灰色区 你不能说呢 朝鲜这个已经 对韩国发动战争了 因此这个灰色区 被朝鲜用的是淋漓尽致 反而来说现在 这个韩国说了 我要报复 那么一个最可能的 最令人担忧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也采取这个 也利用这个灰色区 就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 他用灰色区也这么干的话 那么可想而知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如果说光是侦查倒也罢了 因为无人机有三种 一种的就侦查 还有一种啥呢 叫查打议题 还有一种就伊朗的那个 刺杀式的 这个是最难防的 那么这三种 如果说它采取其中任何一种 尤其是采取第三种的时候 这个事情呢 就形势就非常紧张 因此呢 目前朝鲜半岛的应该 虽然无人机事件 这次是一个偶然事件 但是随着这种灰色区 如果被双方都使用起来的话呢 半岛紧张局势呢 这个恐怕不确定性就增加 我一直强调什么呢 在朝鲜半岛 插枪不会走火 插了多少回来都不会走火 为啥 插枪走火其实是借口 插枪走火绝对是个借口 那么为什么插了那么多枪 它都不走火 因为双方都没有发动 战争的决心和决定 这是在常规的法理和这个逻辑之下 但是无人机不一样 它是个灰色区 这种插枪了之后 尤其是自杀式的 第三种无人机出来的时候 那么它实际上 它会改变不仅是战争模式 它实际上在改变战争法理 因此呢 就是目前朝鲜半岛出现 你刚才讲会不会出现 那么军备竞赛 我担心的是这个 以无人机为焦点的 这个外议型的军备竞赛 而这种军备竞赛当中 如果双方都在使用 就像你刚才讲的 它要报复 咋报复呢 我也利用灰色区 双方都在利用灰色区的时候 这时候恐怕插枪就很难不走火了 因为它不是常规的那种法理和逻辑 战争法理 战争逻辑 它是一种新技术 新模式 这种情况下 有的是一个倒逼决策者 不得不采取 他不愿意采取的动作 因此朝鲜半岛呢 本来就是一个火药桶 如果双方在灰色区这展开 更加激烈博弈的时候 那么形势确实令人担忧 您刚才说到新的一轮 这个军备竞赛 关注到韩国的国防部 在28号也是公布了 未来五年的一个国防的预算 其中的这个装备费 占国防预算总额的比重 将从今年的31% 提升到2027年的36% 那未来双方这个军备竞赛的前景 您怎么来判断呢 加速 你提到这个问题呢 刚才数据说得很清楚 它的就是大幅度提高 然后你再看北边呢 这个最近刚刚召开的 这个八截六中全会 那么又把这个发展军力 作为这个最重要的目标 甚至列出了具体的任务 比如说从这个战术核武器 到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从这个侦察卫星 到这个核潜艇 这一系列的大杀器 它都列为未来五年的这个 你刚才讲的韩国 刚才五年 你刚才说五年如何如何 然后你看北边这个也五年五年 一句话看下来是啥呢 整个这个朝鲜半岛的全画面 就是南北开始竞相发展 强对强 强对强的大杀器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应该讲双方就更不安全了 这就是我讲的这个朝鲜半岛 是最典型的安全困境 就是你要是发展大杀器了 你觉得你安全了吧 然后你有大杀器我不安全了 OK那我也发展大杀器 我发展大杀器了 你就觉得不安全了 然后你不安全了 你发展更多的大杀器 你觉得安全的时候 我觉得不安全了 那我也要发展更多的 所以这就出现 你刚才讲 你问了南边五年 未来如何如何了 我说了确实是很危险的 它确实要加强能力了 然后北边的这五年 它也在增加这个 所以归根结底 双方花了大力气 搞了越来越多的大杀器的时候 结果是一个 就是双方都更不安全了 而不是更安全了 好 非常感谢杨先生 就相关话题的点评和分析 好 谢谢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